中國戰狼外交官駐發大使盧沙野 憑爆出爭議性言論 26號出席活動再度口出狂言 盧沙野還聲稱 中國隨時可把台灣治理權收回來 更放話 如果不能以和平方式 那就以非和平方式 不接受一國兩制 那就使用一國一制 相當囂張 中國講屁話 本來就荒謬 我們跟中國又不是同一個國家 台灣是台灣 中國是中國 我們是獨立的一個政權 所以中國他們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都對我們無權干涉 他沒辦法收回我們的政權 因為他們 因為我們的總統是我們自己人民 民選出來的 日本媒體人施敗明夫 也在臉書嘲諷盧沙野 認知錯誤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 才是叛亂政權 只要稍微有點歷史知識的人 都知道 所以盧的發言 在大家聽來 只是一個笑話 中華人民共和國 從未統治過台灣 台灣更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各種扭曲 或忽視台灣主權地位的說法 都不會改變雙方互不隸屬的現狀 盧沙野 盧沙野 從未統地 在這四個天下 在那四個天下